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今天因為受到東北 季風增強的影響 實在北臺灣的天氣略有點不同 詳細的情形 我們來看一下雨量圖 我們從雨量圖上面 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區 宜蘭地區 今天的時候就有下一些局部 短暫雨的情形 至於在南部山區 午後也有一些比較零星的 短暫雨發生的情況 至於在中南部跟花冬 其實白天都有看到陽光 因此還是維持夜溫差 比較大的情形 那麼明天天氣如何呢 我們首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衛星圖 從衛星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第二十一號颱風巴比倫 過去他慢慢從西北 西朝北北西的方向再移動 預估可能從今天晚上 到明天這段期間 他會慢慢的朝北 再慢慢朝東北方向移動 因此其實未來天氣 他距離我們臺灣 還是有一段距離 明天依然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在臺灣附近 第一個 溫差還是比較大一點 尤其中南部地區 看得到陽光 也溫差大 可是北臺灣 雲量還是稍微多一些 所以說整天感覺上 是舒適到偏涼的情形 東北季風也會造成 臺灣附近沿海地區的風浪特別大 尤其在今天來說 都還是有觀測到 八到十一級的強震風 明天依舊如此 我們要請大家在沿岸活動 一定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安全 最後提醒大家 東北季風影響之下 早晚天氣偏涼 注意強震風的情況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最近的天氣真的很有初秋的味道 而明天各地的氣溫又是如何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氣象資料 我們看到北部地區 只有基隆會下雨 二十二到二十六度 其他地區都是多雲的天氣 二十到二十七度 中部的苗栗也是多雲 二十到二十七度 台中彰化南投雲林 都看得到陽光 二十一度到三十一度 南部地區的嘉義和台南 也都是情緒多雲 二十一到三十一度 不過高雄和屏東是多雲 二十四到三十一度 東部地區的宜蘭 花蓮和台東下的機率 仍然是稍微高一些 都是多雲有雨 二十到二十九度 至於在外島部分的澎湖和金門 都是情緒多雲 二十二到二十九度 馬祖是多雲的天氣 二十到二十四度 未來三天又是 什麼樣的天氣形態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資料 首先在北部 大部分都是維持多雲 但是大後天可能會下點雨 中南部都是七十多雲的天氣 而在東部連續三天都會下雨 外島是多雲到七十多雲 以上是今天的公式晚間新聞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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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